薑片下鍋爆香 接著放入汆燙好的雞肉 再倒進滿滿一瓶米酒 最後加入中藥包跟枸杞 舌騰騰燒酒機 濃濃酒香味 讓人食指大動 或是來一鍋香噴噴薑母鴨 冬天進補又暖胃 但卻有不肖業者看準天氣轉涼 燒酒機 薑母鴨等業者酒類需求量大 竟然私釀烈酒賺黑心錢 警方群縣來到嘉義這處公寮 二十公升桶子滿地都是 還有兩個大水塔 裡面裝的都是烈酒原料 當場茶口米酒機酒四百二十公升 高粱機酒兩千零三十公升 數量龐大 不肖業者拿工業酒精 再加入香料調味 製作成米酒跟高粱酒出售 賣給想降低成本的小吃業者 但工業酒精含甲醇 吃一點點就會投入目眩四肢無力 食用過量可能喪命 而且私廟烈酒拿來做料理 只有酒味卻沒有酒香 美味大打折扣 地下酒廠業者變成 亮酒給自己喝 但因為數量龐大 又有許多小的空酒瓶 懷疑已經有不少數量烈酒出售 警方正在追查下游小吃攤 避免民眾不知情吃下 冬天進步變傷身 記者後果文嘉義報導 放棄